没神秘人物乘军机抵近南沙,录下一段声音,我军依法强制驱逐。 原标题,没神秘人物乘军机抵近南沙,录下一段声音,我军依法强制驱逐。 近日,就在我国相继在南沙岛交部署英机-12,与红旗-9V防空导弹系统等防御武器,以及首次在永沙岛上起降轰-6K之后,美国顿时紧张兮兮,开口闭口不离军事化不符合地区稳定,不断搞事情挑拨周边关系。 可结果十分残酷,周边国家除了越南不痛不痒地发了一份反对声明外,其他国家都是三尖其口,而菲律宾这个美国盟友,更是直接调转枪头,大肆批判美国。 眼看借助南海岛交部署武器的东风,也无法调动一个替自己扛枪打冲锋,无奈的美国只能自己站出来告示了。 日前,美国驻我国广州领事馆就发布了一则健康警报,颜值凿凿的称立名故人因受到难以察觉的异常声音,导致轻度创伤性脑损伤,目前已经回国进行治疗。 看住这一幕,情不自禁地就让人想到了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,驻古巴大使馆遭声波武器攻击的事情,因为两者的套路都是一样。 2016年,美国突然对外表示旗驻古巴大使馆遭到声波武器的攻击,导致数名美外交人员脑部受到损伤,如此识破天惊的言论一出立马引得外界一片哗然,古巴因而受到了极大的舆论压力。 我们知道,声波武器一般都是使用人类无法听到,隐蔽性较强的声波,比如次声波和超声波两类。 其中次声波震荡频率与大脑接近,从而达到频率共振,长而久之则会致使神经错乱,伤及脑部神经系统。 所以怀着古巴可能使用了自声波武器的美国FBI人员,就携带相应探测设备秘密前往地点,最终FBI也不负众望地带回了一份监听证据,并将其进行公开。 可接下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这份证据刚拿出来,就被古巴生物学家给打脸了。 因为声音来自当地一种生物蟋蟀晚上发出来的叫声,嗯,见识不妙,美FBI也立马收回证据,表示需要再观察观察。 其实,美国这种制造故事和冲突的事情还有很多,比如冷战时期对苏联就操作过一波,结果被苏联以同样招数给对了回去。 几年前,在我国南海,美国军机就载着让很多公众人物都惹不起的生命人物,记者,故意抵禁南沙岛礁上空,吸引我国首岛官兵对其依法发出警告并强制驱逐,然后用一个小录音设备记录下来。 再接下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,录音配上几张图片,一顶妨碍航行飞越自由的帽子就丢了过来,让我国很为难的同时很是伤脑筋。 。